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我的night routine 有我卸妆护肤的流程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 卸妆前一定要记得用洗手液把手洗干净哦 然后把头发盘起来 随意的扎一个丸子头 就准备开始卸妆了 第一步摘眉桶 因为我指甲太长了 所以就用镊子摘了 卸妆棉用到的是欧莱雅的 卸妆液用的是香奈儿的眼唇卸妆液 使用之前把它摇匀 然后倒在化妆棉上 把化妆棉敷在眼睛上 敷个几秒钟之后 然后轻轻的 顺着肌肤纹里擦去眼皮上的眼影 还有眉毛 再拿卸妆棉的背面 把口红卸掉 全脸用到的 全脸用到的是 柯润的卸妆褶 它很温和不刺激 敏感肌也可以使用 肉眼可见 我真的很喜欢它 马上都要空管了 洗完脸后 用一次性的洗脸精在脸上按压 洗干面部多余的水分 再把一人水倒在一张化妆棉上 擦拭脸部 做二次清洁 确认妆面已经卸干净 卸妆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减肥 所以我很少吃晚饭 不过为了补充营养 我会榨一杯果汁或者奶昔 来代替晚饭 今天做的就是车离子奶昔 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因为榨汁之前 需要把车离子的糊都切出来 不过记得 炸完后要赶紧喝掉哦 因为车离子很容易氧化 我收拾完厨房回到房间 就有一点氧化了 奶昔的颜色变深了 不过味道还是很好喝的 喝完奶昔就去洗澡了 冬天一定一定要记得抹身体乳哦 今天用的面膜是 雅诗兰黛的钢铁侠面膜 因为最近有点熬夜 皮肤状态不太好 它有很好的修复作用 精华还特别多 所以我非常喜欢 在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 用它来急救 就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 敷面膜的时候 我喜欢躺在床上 把腿立在墙上 看看书 同时可以瘦一瘦腿 然后就是护肤了 先用雅诗兰黛的櫻花未精华水 一定要耐心一点的拍三遍哦 然后美白精华用的是 焦用湿的 再搭配着他们家的双脆精华 这一步一定要记得乳化好了 再用手掌心按压上脸 眼霜是CPB的 我最后仅剩了一点小样 这支眼霜我真的非常非常薪水了 乳液用到的也是自身糖的 抹上脸后轻轻的按摩 提拉一下面部 加速它的吸收 晚睡的时候 我都会用OLED熬夜霜 即使熬了夜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脸上的黄气也不会特别的重 剩的一些再抹一抹自己的手 最后别忘了要涂上唇膏哦 冬天太干燥了 把头发吹干 然后用梳子梳顺 就可以睡觉了 大家晚安哦